还原路树倒塌的事发经过 当时路上是人来人往 就突然有一棵超大的树 位于文化路邮局后方 整棵树就直接倒了下来 而这一岛造成摆摊的鸡排摊 受到了波及 另外停在路边的两辆汽车 也被砸中了 这个意外是发生在今天下午一点多 在嘉义市文化路上 而在意外发生当下 刚好有一名男子经过 差一点就被砸中了 还好他反应快 及时的往后跑逃过了一截 但是画面仍然是显向还生 而根据了解 这青岛的路树是属于邮局来管的 树的年龄目前是不可考 而事发后 这个相关单位也到场 将这些路树给轻移出来 而初步了解邮局这阵子正在施工 外界怀疑这路树青岛 是不是和施工有关 对此邮局是否认 他说当时施作的是外壁工程 路树倒塌的原因 应该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路树倒塌的真正原因 以及后续的赔偿问题 都要再理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